我想开小吃店 就是烧烤店加小吃 卖烧烤 然后我在那个门口 我以前不是当资客的吗 欢迎光临 请问您几位 请问您订位置了吗 您几个人啊 您 您抽烟吗 您这边请 我以前就是资客嘛 打电话 接电话带位置 帮人家订座 订房 订包厢 那种 喂您好 这里是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呢 然后声音必须要那种寡甜 就听上去就要笑出来的 喂您好 这里是 请问您需要有什么帮助呢 破音了 嗓子不行 然后一般都会愣一下 我们是必须要用这种音调说话的 然后 当资客的 我们可是五星级酒店好吗 然后 而且要那种长得贼好看 身材贼好的才能当资客 门面啊一个酒店的 然后 现实中直接来的 没有订阀那些那种 欢迎光临 您好 请问您几位用餐 您这边请 请您小心台阶 我不是在贵阳开店 我不是在杭州开店 我不是在杭州开店 但是我可能会引进贵阳的某几种小吃 因为我想吃 这是很单纯不做作的理由呢 你们会来吗 会来吗 就是如果你们报我的名字会更贵一点的话 会来吗 会来吗 你们会来我的店吃饭吗 然后我可以跟你们合影 就 然后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吃啊 我把你点的都吃了 不是 就是不想只做直播嘛 你知道吗 每天我都窝在家里 就觉得 就特别不舒服吧 然后就想多出去 都出去 想想白天我还可以在外面 您好欢迎光临 接触一下社会 其实我还是很想带着你们去送餐 但是我很怕我送不回来 如果你打开门 是我这样的一个美少年 提着一个外卖 您 您好 是 是哥哥您点的外卖吗 外卖到五个 你知道吗 不是个惊喜吗 surprise 我觉得完全可以做成这种送外卖的 专门出去做一个送外卖APP 商家直接叫 然后特别是很多兼职的那些大学生啊 就直接就去拿外卖 但是这种也没有保障 好多人都说现在没饭吃 怎么办 就去买个美团的衣服啊 穿着 就去里面 拿一份外卖 老板还说快走快走快去快去快去 一定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找个墙角就吃了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啊 如果我真的去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穿着美团的衣服 偷吃了别人的外卖 犯法吗 这种不犯法吧 这种算偷窃吗 那是十几块钱的偷窃 你他妈 我现在这么唯美的时刻 躺在地毯上跟你一起听着歌 你说我长得像牛蛙 你给我除客 你走 你走